2022年一开年 印尼便频频冲上国际热搜榜 又是禁止煤炭出口 又是斥巨资迁都 一刻不消停 刷足存在感 不过 作秀可以说是有好有坏 好的一面 就是热度不减的印尼容易被外界关注到 可以凭借该国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 成为大家眼里的香薄薄 抢手货 早在2021年 富士康就有和印尼合作的意味 当时富士康打算拿出100亿美元在印尼建厂 建研发中心 建工业城市 但这个计划一直是纸上蓝图 到了2014年 富士康终于和印尼签署了未来3到5年的投资意向书 然而 投资数额却从100亿美元缩水到10亿美元 可能是征地价格没谈拢 或是印尼官员不好相处 富士康迟迟没有确定投资计划 直到去年10月 富士康又和印尼重启谈判 这次不一样 双方下定决心要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 印尼方面表示 和富士康合作 一是不愁钱 二是拥有现成的技术和经验 可以为该国朝着更加智慧和可持续的未来铺路 需要注意的是 虽说印尼涅储量达到7200万吨 占世界总储量52% 320万吨 320万吨